My Femme 12周年特集 我的社会 我的关怀 10月份主题 大马鱼鞋奖和鱼血新人 My Femme My Music 那这个月份的 我的社会 我的关怀篇呢 就讲到这个鱼血新人的部分 那我们要多点关怀 这个演艺圈的新朋友啊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演艺圈 这一次鱼血奖的 这个十强的新人呢 现在坐在我对面呢 就有三位 其实是两组 就是东宇哲还有王明丽 哈喽 嗨 大家好 新天呢 有三道问题 要考验这三位朋友 那我们先将东宇哲 从这个嘉宾 换成这个新人的部分先 OK 我们现在回到 艺人的身份了 是的 要被罚问问题了 我们先 我们这个过门都是课 我们先问名利啊 OK 那也对 对 当新人遇到这个大牌的艺人 所谓的大牌 当然是知名度很高 对不对 知名度很高的这个 艺人的时候 你会不会 刷一下 其实我觉得 大牌的艺人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很红嘛 对不对 可是我其实我见过一些 就蛮天王级 天后级这样子 可是他们的人 都还蛮nice的 只是见到他们 当然你会 一开始会很 要蛮规矩一点 要控制自己的眼睛 就是什么歌 什么姐 都要称呼 对对对 当然 就一定要 配 respect 这样 我相信 东宇哲这个感受 比较深 因为在台湾 就是在辈分的部分 还蛮注重的 所以你们去拍 我的兄弟恩的时候 看到温兰的身份 叫温兰姐 其实我觉得 师姐呢 Landy 其实她还蛮 可爱可亲 对 可爱可亲的 应该是说 我们第一天 看到她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很紧张 对 可是呢 是她先主动 跟我们聊天 她就想说 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这样子 在舞蹈室 因为我们之前 拍太阳雨的MV 有见过面 她还记得我们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突然间很感动 对 她就跟我们聊很多 非常的开朗 这样子跟我们聊天 其实我都被吓到了 因为想说 见到温兰呢 是之前常常 听她的歌的时候呢 在电视上的荧幕 MV才看到她的人 现在看到她真人 反正她跟我 在讲话 我会有点 挖 有点紧张 所以 所以其实 要真正面对的时候 才会有 那个挖到的感觉 我觉得挖到的意思就是 有一次我们就是 去到一个地方 在台湾了 然后突然间呢 我就 我们就看到王力宏 那时候我是 只能说 目瞪口呆 然后我就看着她 我就 是吗 是王力宏吗 是吗 然后她的口 我就不止不觉叫 王力宏 大家又忘 我忘过来 我就 真的是她 又变成粉丝 喊了名字之后 突然间觉得 自己很没有迷茫 联名戴姓家的叫 对哦 对对哦 而且对 她就是那种粉丝的叫 然后就扔着那里了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不是叫 联名戴姓家 喊一下 立宏好像 你会觉得 跟你很熟吗 立宏哥也很奇怪啊 其实有时候 会让我尴尬的地方 就是在于我们有时候 会访问艺人嘛 那艺人朋友 我们可能是第一次见面 那我在尴尬说访问的时候 没有可能联名戴姓 要怎么称呼 对 那怎么去称呼她 我其实觉得 这个事还蛮恐怖的 我也曾经在机场 遇过王力宏 那时候 我其实有股冲动 看到 哎你好 我是MyFM DJ 因为她跟MyFM的关系 还蛮好的嘛 可是我突然间 也会觉得 算了人家 人家在机场 一人逛街 就不要打扰到她 对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要压抑自己 你知道吗 就很想去向前跟她 握个手啊 握个好这样子 可是就是 要很压抑 就很担心 会打扰到她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其实大家 还算是同行嘛 对不对 只是有时候 我们也不会说 是自己在休闲的时刻 有人来打扰我们 我们也就 好吧 我们也要错过 尊重她 对对对 尊重她的那个工作 跟她的私人时间 对 第二道问题 OK 我想这个 新人可能会遇到的 因为知名度 还没有很高的时候 总会有人 是谁啊 你经常都会这样子 对不对 没有 我其实通常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 好了 当新人遇上这个 冷漠的观众跟听众 这可能 比较常遇到 是在你们的 签名会 签唱会的时候 就是总是会 在mall里面 会有路过的一些观众 那可能他们就会停下来 就是两手插在胸前 就说 啊 她是谁 对 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们的反应 又是怎样 好 那 其实我 自从我去年 刚发第一张 EP的时候 那都会有去 就是全马各地去做 那个签唱的活动 对 那其实当然少不了 有一些地方 小地方呢 是肯定见都没见过你 嗯 就是第一次看到你的 这个真人 跟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 那其实我 我对这方面呢 我是抱着一个 平常性的那个 心态去面对 然后甚至就是说 我有一个想法 即使是台下的 只有一个观众 只有一个路过的路人都好 我都要最 以最好的那个表现 去呈现我每一首歌曲 对 因为我觉得 那个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机会 让那些完全没有见过你 没有听过你的名字的人 然后重新认识你 就是去了解跟听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还有 就是有一个成就感 如果说 你从一个mall 是完全 可能杀杀两两的一个 那个mall 然后你站上去 OK 没关系 那我就 好好的把我的歌唱完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 那个人群 就慢慢的靠拢过来 你会有那种成就感 对对对 张学友曾经说过 就有人问他 你要唱到什么时候 他说即使我唱到 我开演唱会 只有一个人来听我唱 我还是会继续唱 没错 这个是争取的心态 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 可能会比较遇到 怎么说 比较 冷眼旁观的观众 在小地方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很热情 对 那这份热情 其实在我们大城市当中 其实比较少看到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 去融化他们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东宇哲呢 对 东宇哲呢 遇到比较冷漠的观众 一定会有一个 因为毕竟是新人嘛 那大家还没完全认识你嘛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小冬的话呢 我会做好我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是爱表演 我才上台表演的嘛 那我当然是 把我像刚刚明立所说的 把你的表现呢 做到非常好 然后就让观众呢 就慢慢喜欢你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要做好 我自己的东西先 先不要离台下的东西 这不公平 我心有欲击 还爱你到底 擦干眼泪到回忆 才能快乐走下去 这就去 现在我就去 让你满意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回想 比下一个天亮 爱总不能都有 对错或输赢的答案 请你还能勇敢 请求快乐不忘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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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了 我不想回想 但是在那美丽的恋情 有点可笑 有暗力尘伤 望明千里散 回忆令人伤 这一切成一片最惨 爱情就是养生养忙 主要的是 不如你能生命到说爱 被比喻成 相依存在 不如于国王 被列成两方反复对抗 违背着心与恙 交换出长望模样 违背着情与爱 吹回到新人的情报 想风给飘散 是受了重伤 这一说真的去中人散 那这个月份的 我的社会 我的关怀篇呢 就讲到这个 鱼鞋新人的部分 这次鱼鞋讲的 这个十强的新人呢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 就有三位 就是东宇哲 还有王明利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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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刚才说到冷 我现在突然间想到 如果遇到太热情了 怎么办 那就会冲上台 然后 我觉得小冬 小冬跟阿诚 应该都会有碰过 没有啦 没有 我现在目前为止 没有碰过 因为像是之前呢 看那种报道 就六对 因为他们都在我面前表现啊 真的吗 对啊 每次去到槟城的时候啊 就被 被拥抱吗 没有 东宇哲的粉丝都说 讲什么 讲什么 我还跟你说 我说什么话 记得把东宇哲常 带来槟 我说 好 好像你们是行李这样子 要记得带哦 对 要记得带在身边 对啊 我们这种其实还不算是什么啦 那我之前看的报道流德华 还是什么的 就常常都会被粉丝冲上去拥抱 这样子的 哇 我其实觉得那个还蛮 蛮吓到的 之前有看过麦克尔迦森的一个 就是表演的时候呢 突然一个粉丝冲上去 然后哭 哭得满点 就是满点都是累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抱着他哭哭 然后麦克尔迦森就唱歌给阿廷 太有魅力了吧 太有魅力了 对 第三道问题好不好 当新人遇上大牌的制作人或主持人 那之前呢 我有听说过 有些新人上节目的时候 最快的就上到B粉节目 因为谣言太多了 外面谣言太多了 当然他上完他的节目之后就觉得 原来这个谣言 谣言 谣言 跟真实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啦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呢 比如说你们上一个很大牌的 当然知名度很高 可能外面也传说 某个主持人啊 就是会刁难新人啊 会不会就是紧张 哇 我们东宇泽先开始吧 对 这次就给东宇泽 可是过我们都是客哦 好 这次就这个先放过 对对对 让我想一想几次一下 好 那其实如果是我们东宇泽遇上的话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谦虚吧 对对 那不管就是主持人问什么呢 我们先就是以谦虚的这个方式回答 就是不要去逗你知道吗 不要去他说什么 我就要看什么 我觉得用谦虚的方式去跟他 做这个节目 我觉得要做充分的准备 对对不对 那明明呢 其实 以我的部分其实也差不多一样 就是当然你可能 好像以Vivian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之前没有上过他的节目 就可能会 就是有听过旁人说 他会比较 怎么讲的大节点 直率一点 对对对 就有点 有点战战兢兢 可是经过就是有跟他 上过他的节目之后呢 就觉得 真的有些人是你要跟他接触过 你才会了解他 所以就抱着 就是平常心嘛 就是只要你是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不要说话之前先想清楚 然后才说出来就不会有问题 太阳天气晴朗 都沙滩 温暖的阳光 不会缺氧 我们的海洋 愿你飞翔 多云 太阳翻随的梦想 和我们一样 风光 陈联我就妹 men 我们一起分进来 下去 然后 来 来 我们一起分进来 断